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法國不顧中國的反對 堅持向台灣出售武器 激到中國外交部的戰狼發言人 台灣的海軍司令部就說 目前他們的拉法業艦的干擾導彈發射系統 已經使用了超過25年 考慮到貨源有可能消失 經過審診評估以後 決定向法國 採購並且辦理系統延長方案 以滿足作戰的需求 事實上台灣目前大部分軍備都是美國製造的 但是在1991年的時候 台灣跟法國簽署了價值28億美元的軍售合約 當中就是包括了六手的拉法業胡惠南 而且在1992年的時候 法國又向台灣出售了60架環影戰機 這個合同價值40億美元 其實這次台灣向法國尋求購買軍備 那張合同早在1991年的時候已經簽訂好了 因為當時 就不單只是規定法國要向台灣出售六手的拉法業纜 而且那個合同還包括更新 以及維護 所以現在就是在履行後面的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價值8億美元 好了 這個舉措當然曾經引起中國強烈不滿 時任的中國外交部長就是前期深 在他卸任以後就曾經寫過一本的回憶錄 那本書名叫做外交十記 裡頭就把中法的這段角歷寫得非常詳細 當時法國就向台灣出售了六隻的拉法業纜 以及就是60隻的環影戰機 中國一知道以後就馬上採取了強烈的反彈 中國政府在1993年的時候就宣佈了 說要撤銷部分已定好的中法大型合作項目 例如廣州地鐵 大瓦灣核電站二期工程 購買法國小麥等等 亦不再跟法國相談新的重大經貿合作項目 要嚴格控制兩國副部長級以上人員的來往 以及要立即關閉法國駐廣州的總領事館 後來法國社會黨就在大選當中落敗 新政府就上台 新政府就馬上要修補對華關係 一直到1993年底的時候 中法兩國政府就簽署了聯合公佈 在這份聯合公佈裏頭 法國政府就承諾 說今後都不會再批准 向台灣出售武器 但是已經簽署了的合同 法國就必須履行 到了1994年頭的時候 法國的時任外長朱沛 就寫一封信給錢其心 明確表示 說法國政府承諾今後不會再批准向台灣出售戰爭武器 而且清單還包括了裝甲車 火炮 潛艇 藍隻 戰鬥機 軍用直升機 地對空和空對地導彈等等 根據這一段的故事 根本上 簽訂了的合同 早就獲得中法聯合公佈的豁免 因為人家當時都告訴你 簽訂了的合同就一定要履行 因為法國就是尊重合約精神 而且這一次的合同不是由新政府去簽訂 是當時的社會黨政府去簽訂 而且中國 外交部當時也是首行 否則你怎會簽訂中法聯合公佈呢 現在人家說要向台灣 出售更新的設備 又不滿意了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說 堅決反對外國向台灣地區出售武器 或與台灣開展軍事安全交流的立場是一貫 明確 中方已經向法方表達了嚴重的關切 中國再次敦促法方確守一個中國原則 撤銷對台軍售計劃 避免被中法關係造成損害 這個完全不合理 我只能叫了 因為根據中法聯合公佈 其實法國沒有向台灣簽訂新軍售合同 стал 這和 decision 明確是 先從 泰國購買這些軍備 就是怕貨源會不足 因為已經隔了25年那麼久 現在不買的話基本上就沒辦法再去更新的設備 現在就說那隻藍籍上面的干擾導彈系統 是需要更新的 為什麼又出來吵呢 其實是沒有違反到的 事實上你看看文本也是沒有違反到中法聯合公佈 所以這次你這個 發言人走出來就算彈起也好 生蝦跳也好 也是沒有作用 至於法國外交部的回應真的夠精警 他們就說法國遵循著1994年從中國達成的一個中國政策 並且繼續敦促雙方進行對話 而且面對著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危機 所有我們的注意力和努力都應該專注在抗疫上 真好笑 這個完全就是學習了中國外交部的辭令 跟你說東你就說西 跟你說A你就說B 那時候中國外交部叫你不要受武 他就叫你專注於抗疫之上 法國外交部也一定是心知肚明 這次中國真的沒有什麼道理 因為當在1994年簽訂聯合公佈的時候 已經通知了你 是會繼續履行餘下的合約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好爭 這件事 好了 接著就說下另一宗的消息 這宗也挺搞的 就是有一些軍事專家就說 中美的海軍若然在台海開拖的話 一個小時之內就會結束 到底中美雙方的軍事實力差距是不是真的那麼大呢 較早之前我們也有提過 中國解放軍的鷹派代表出過來說 就說目前不再是武統台灣的時機 其實他等同於是縮沙和塌水 為什麼他突然之間會退一退呢 那個態度 一直都說明要武統台灣 現在又說不需要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美軍 在關島的時候部署了B1B超音速轟炸機 這架轟炸機最厲害之處在哪裡呢 就是他可以搭載24枚的遠距離空對地導彈 射程是一千公里 一千公里 即是說這架B1B只要飛到中國的外海大概500公里 他已經可以按鍵了 而且準確度是非常之高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B1B當然就在安全範圍飛來飛去都行 因為中國的防空技術其實是明未禁先進的 目前中國他自主研發的防空導彈 射程範圍大概是200公里 就算是從俄羅斯進口的S-400防空導彈 最大的射程範圍都是400公里 所以就算你在海岸線部署了這些東西都沒有用 只要美軍的B1B不要飛到中國防空導彈的射程範圍 基本上他就無枉而不利 中國也是防不勝防 所以為何前陣子這些鷹派代表放軟口風就是這樣 就是怕了這隻 而且他是超音速的 再加上一架B1B已經可以搭載24枚的空對地導彈 他只要多飛幾架過來 就真的很快稀巴爛 至於解放軍的海軍是怎樣 目前這隻遼寧艦和山東艦 其實還是在燒油 而且是燒重油 不是燒柴油 因為重油來說是要折縮成半 比起柴油便宜了三倍又多 但是燒重油來說 對於環境造成的污染就會更加嚴重 大家看到遼寧號那些黑煙都知道什麼事 實情美軍來說 就算是說那些兩棲驅逐艦 比如說美利堅號 他都可以搭載11架F-35B的垂直起降隱形戰機 就算和遼寧號對峙的話 都毫不輸蝕 更加就不要說美軍目前的10個 航母編隊 那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全部都是用這個核動力 你是用燒重油 本身你的航程比較起來已經輸蝕了 而且在美軍的航母上 總共擁有 921架F-18A的戰機 83架預警機 以及266架電子戰鬥飛機 故此就有軍事專家指出 如果中美海軍真的開拖的話 老解的軍艦只能捱打 一個小時之內 戰鬥就會結束 大家可以看看今天上午的時份 美軍海軍的 麥坎貝爾號驅逐艦 主動發佈了消息 說是通過了台灣海峽 由北往南航行 即是又向中國示威 在你家門口走來走去 走到你人都煩惱 這次已經是今年的第六次了 即是有美軍軍艦 駛過台海中線 但是經常都不見中國的船在台海中線走過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